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自去年以来,受东欧局势、全球通膨、经济趋势下滑等诸多因素影响,手机、PC等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下滑,使得对于存储晶片的需求也出现了持续下跌。 存储晶片价格持续大跌,存储晶片厂商的业绩纷纷变脸。 对此,从去年下半年以来,就有存储晶片厂商开始陆续减产,希望能够通过减少供应来改善市场的供需结构,推动存储晶片价格的止跌回升。 西部数据和凯霞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可能的合并,但讨论一直围绕控制、领导力、经济等问题展开。 双方寻求在本月完成谈判,并希望在10月底之前宣布一项交易。 据悉,凯霞西部数据合并提案,要求西部数据不离其存储晶片业务,并将其与凯霞合并到一家即将创建的控股公司之下。 根据企业价值,凯霞将持有63%的股份,西部数据则持有37%的股份。 资本调整后,最终西部数据股东持股50.1%,凯霞一方持股49.9%。 SK海利市在10月下旬业绩电话会议上表示,凯霞和西部数据的合并计划,低估了其拥有的凯霞股份的价值,因此宣布不同意该交易。 这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并,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。 SK海利市财务长Tim Wu Yan对分析师表示,考虑到对公司投资价值的整体影响,SK海利市目前不同意这项交易。 值得注意的是,此前,贝恩资本领导的财团从东芝公司购买了控股权,因此SK海利市成为凯霞的间接股东。 目前尚不清楚其不同意的意见将如何影响结果。 知情人士称,尽管SK海利市不同意,贝恩公司和凯霞正在努力制定解决方案,协议仍可能会宣布。 虽然多人表示SK海利市对该交易没有否决权,但其他人表示该公司的同意是必要的,因为它是主要投资者。 据台湾电子时报报道称,三星电子将下调韩国平泽三厂P3的投资规模,并大坎地RAM、NAND Flash打产规模。 其中,NAND Flash产能增设规模或降至原定三分之一水准,加上随着三星持续转换先进制程,设备更换期间带来的自然减产效果,预计也将扩大。 作为全球最大的存储晶片供应商,在今年一季度惨淡的业绩公布之后,三星也一改之前坚决不减产的态度,宣布对存储晶片进行减产。 三星电子在一份声明中称,在评估公司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产量,以应对未来存储晶片需求变化的情况下,公司正在调整,以确保额外供应的产品为核心,将存储晶片产量降低到有意义的水平,并优化已经在进行的生产线运营。 但是三星并未公布具体的减产规模。 随后在二季度的财报会议上表示,为了加速存储晶片市场的回暖,三星宣布延长减产计划,并调整包括NAND Flash在内的特定产品产出。 与此同时,另一家存储晶片大厂SK海力士也在二季度财报会议上表示,在NAND Flash的库存、区化速度相比,DRAM更慢,因此决定扩大对于NAND Flash的减产幅度。 美光也在二季度财报会议上表示,美光正专注于库存管理和控制供应。 近期,DRAM和NAND晶圆将进一步减少近30%,预计减产将持续到2024年。 针对存储晶片市场目前表现,包括市场调查研究机构及外资的研究报告都表示,当前供应商的减产状况将持续,使得价格有逐渐恢复的趋势。 不过,整体市场供需与价格要恢复到健康的水准,预计整体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。 另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报道,三星电子为了提振NAND Flash晶片市场行情,打算在第四季将NAND Flash晶片价格调涨10%以上,且最快自10月开始涨价。 业界人士认为,第四季DRAM及NAND合约价渴望看涨10%至15%。 据市场调查及研究机构Tranforce最新的预测显示,预计2024年存储晶片原厂对于DRAM与NAND Flash的减产策略仍将延续。 尤其以亏损严重的NAND Flash更为明确。 预估在2024年上半年,消费性电子市场需求能见度仍不明朗,加上通用型伺服器的资本支出仍受到AI伺服器排挤而显得相对需求疲弱下, 鉴于2023年机器已低,加上部分存储产品价格已来到相对低点。 预估DRAM及NAND Flash需求为元年成长率分别有13%及16%。 三星存储晶片受挫之外,罗机晶片也同样遭遇不顺利。 其早在2022年便宣布开始量产并出货其三奈米晶片,但是并未透露首批客户的名称。 极有爆料称,三星正在为加密货币挖矿公司生产三奈米ASIC晶片。 韩国晶片设计公司AD Technology10月上旬宣布,已经完成了海外客户的基于三奈米的2.5D伺服器晶片设计合同, 使用GAA全环绕炸机结构,并委托三星进行代工。 采用SIP封装工艺,集成有HBM高频宽记忆体。 目前尚不清楚,三星将使用第一代3奈米工艺的SF3E,还是第二代3奈米工艺的SF3。 三星电子晶圆代工部门业务开发团队副总裁张Kibong表示, 很高兴能够与AD Technology展开3奈米设计合作。 该项目将为三星电子晶圆代工部门与生态系统伙伴之间的合作,开创一个良好先例。 尽管三星3奈米制程工艺建于台积电发布, 但是该公司并没有获得EMD、苹果、联发科、徽达以及高通等大客户的经验,原因未知。 目前,苹果iPhone 15 Pro搭载的H17 Pro晶片, 是市面上唯一一款消费级三奈米制程晶片,由台积电代工。 消息称,三星预计将于2025年完成SF3P工艺节点, 这是其第三代三奈米晶片制造工艺,可用于制造伺服器及手机晶片。 三星旗下晶圆代工部门、Samsung Foundry技术长John Petey在10月下旬透露, 三星尽管成功量产三奈米GAA工艺, 但在吸引高通、辉达等大客户方面仍落后于台积电。 他表示,对客户来说,晶圆代工的稳定性是最重要的, 因此,客户在决定时需要花费可达2-3年的较长时间。 但是,三星在三奈米以下的前沿半导体工艺中, 有信心获得大客户青睐。 Sung表示,GAA结构电晶体是一项可持续的技术, 此前的FinFET骑士电晶体很难进一步改进。 他还透露,三星正在与大客户就即将推出的2奈米1.4奈米制程工艺进行谈判。 此前,有韩国设计公司宣布, 三星3奈米GAA工艺目前已经接到客户订单, 将为美国客户代工2.5D伺服器晶片。 该公司计划在2025年年底前推出2奈米制程, 2027年年底之前推出1.4奈米制程。 Fung预测在先进封装领域, 三星电子、台积电、英特尔之间的竞争将持续。 这名技术长还对中国的半导体发表评论。 他认为,对于中国厂商而言, 晶片后端制程包括封装测试的难度不高。 不过,中国厂商想要进入这一竞争如此激烈且复杂的领域并不容易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